原來是化工工藝的工程師 收藏珠寶是從小白開始的 2012年到現在 過手的珠寶大概都有上萬件了 天天都在看 2000年出國 所有的生活費都是靠我賣珍珠項鍊賺出來的 那個時候我第一次接觸一種品類的珠寶 後來因為懷孕生寶寶做全職媽媽 我的一些同學找我買母嬰的產品 琥珀項鍊、寶寶磨牙用 在旁邊的一些珠寶廳 它就會有一些珠寶的展示 那些五顏六色的珠寶就特別吸引我 接觸到古董珠寶 你會到處跑,到處看 這些珠寶藏家本身也是珠寶健靜師 我交的這些朋友的年紀都是在60歲以上 忘年交的好朋友 給我提供了很多她們自己的知識 我特別喜歡1900年之後的古董珠寶 因為它開啟了女性自我解放的新篇章 珠寶設計也有了顛覆性的變革 20世紀以前 珠寶的經營者、設計師都是男性占主導的地位 後來越來越多的女性設計師 創作了很多優秀的作品 比如說卡迪亞的獵豹 這個時代的女性以嫁人為最後的皈依 只有珍、杜桑認為獨立和自主更重要 她將平面的豹子形象塑造成立體迷人的美洲豹珠寶 當時很多的名人都是她的粉絲 包括巴巴拉霍頓、丹麥的亞歷山大女王和溫莎公爵夫婦 1936年戴希·法羅斯請杜桑制定了一條彩色寶石項鏈 就是著名的水果锦囊項鏈 由祖母綠、紅藍寶、鑽石製作而成 彩虹女王伊丽莎白也是其追隨者 寶格莉曾經推出了高級珠寶系列Magnifica 致敬傑出的女性人物 比如Imperial Diamond項鏈就以張愛玲為原型 天然鑽石與黃鑽搭配 是寶格莉少見的配色 我看到您收藏了這件很著名的布奇拉提的手鐲 看到這個布奇拉提的手鐲的時候 是在一個古董商的手裡邊 首先被中間最大的歐迫所吸引 這麼大寬版的手鐲其實很難找 大主石的這種更難找 它們手工拉絲做得是非常的精緻 我對它是一見忠心 想辦法借錢我也要去買到 這個寶格莉祖母綠戒指 顏色真的是非常的透亮 您是在什麼情況下找到的這一戒指 展繪的時候收的 我一下就被這個顏色所吸引了 戴在身上能立刻看到它的這個工藝 第一次看到Lala Louise的時候 很大的羊頭的手鐲 我就覺得這個太瘋狂了 其實羊剛更適合女性 柔美的女性一定要嘗試大珠寶的陪戴 更容易體現女性的力量美 我最好的一個朋友 原來是一個柔美的女性 我給她選擇一些大一點的珠寶 你今天珠寶戴得好美呀 她立刻腰板就挺直了 慢慢地越戴越有自信 我的一個望年嬌 是一個70多歲的英國老奶奶 到倫敦的時候 我每次都會到她家裡面去做客 她身上一定要是佩戴戒指、項鍊、耳環 整整齊齊地出來 珠寶一定會伴隨你優雅到老的 30家的女性可能手頭上的錢不是很多 部門級的珠寶的話 那我就推薦布奇拉提吧 珠寶一定要佩戴出自己的性格來 不要取代爆款 代表了女性的一種自信以及自立吧 一個好的珠寶 會讓你越來越熱愛生活